今天的嘉賓就是公民黨主席梁家傑 Alan 你好 Sharon 你好 你好 我直接問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問題 因為之前政府就說疫情 那時候大家都沒辦法的 因為那個疫情那時候很嚴重 但是現在疫情很明顯就已經開始又高下 最重要的就是很多限制的措施都開始放寬了 還有呢 有一樣東西就是輸展十幾個月都定了要再做 但是偏偏立法會這個選舉呢 就還是去到明年九月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情你們是不是應該會出聲呢 就是你們能不能夠接受去到明年九月呢 已經出聲了 就是我們一早已經判定它 這個是借疫情作為一個藉口 其實是處理他們保皇黨的選情失利的問題嘛 那所以呢 就是現在你的疫情雖然是說 就是有減退的跡象啦 但是它不會說因為這樣而忘記了它的政治目的嘛 但是呢我們在 我記得上星期有一天呢 是有九個確診的個案啦 那當日呢 我看到我們沒有約定的 不過我看到呢楊岳橋 和我都在那個我們的Facebook上 都已經是share了那個九字 跟著呢就說是時候恢復那個選舉了喔 就算九月六號是太急 那你都定兩個月好 或者聖誕節啦 你都說書展都做了 那就十二月做了 那我覺得呢這個是應有之義呢 那我們會繼續爭取這件事的 喂那很實際啦 就是說你們接不接受 就是他 就是你有你爭取 他有他的原因啦 那可能他依然都不理你啦 那但是他就是人大的決議就是九月三十號之後 所有人繼續做 做到一路下去 我們稍後再講這個部分 但是你們接不接受 入所謂的professional legislature 就是那個時候回歸前 我們就做過林立會的 你們接不接受 你們說之前說接受的 我們就這樣想的 因為簡單來講啦 就是現在都已經是一個君臨天下 大石窄死蟹 你都是中共呢 就當了基本法武道的啦 是不是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每一串可守之地都守呢 就是我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我就這樣想 就是譬如你好像2019年 這個送中條例啦 就是這個正式的名字 就叫做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他是一月提上立法會的 那你想像一下 如果那二十幾位民主派議員根本不在席 其實他在一月二月已經可以過了 你都沒有時間 沒有一個空間是去醞釀 令到香港和世界的人都明白 究竟這個送中的安排 背後的禍害是在哪裏 但是去到六月 他才能排到上會啦 大家中間都記得啦 因為有阿土啊 在那裏和石禮謙當做主席啊 鬧雙包啊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你是說每一串的可守之地 你都守的話 那你怎麼可能全部撤退呢 尤其是撤退之後呢 其實我是聽不到有一個什麼具體的想像是怎樣的 就是你撤退了出來啦 好了 那譬如他一天三讀通過 將這個明日大嶼計劃付諸實踐 將這些錢倒入鹹水海 或者他可以做其他的壞事啦 譬如說在這個大灣區啊 是設立票站 或者被大灣區那些自稱是香港人的人 是郵寄投票 或者在香港設立關愛隊 特別安排這樣 好了 當然我明白 你跟著問的問題就是 喂不是啊 Ellen 你就算你22個人齊齊齊在那裏 你都輸的啊 是 那去年就是反送中的時候 送中條例就把他齊齊齊齊 那幾個人在那裏 你都輸的啊 那好在就因為有一些 就是真的願意出來抗爭的人 在立法會的 大家看到612、616 這樣跟著那個運動 那終於呢 就逼到這個林鄭呢 就要撤回啦 那你都是要配合的啊 那如果我是這樣想的 就是當你是處於一個極度的弱勢的時候 你還是去自己斷絕了 可以守得多少得多少那個陣地的話呢 我其實就不是很想得通的 但是呢 我想問一下 就好像今次這個 就是他那時候用疫症的那個理由 就是有一部分香港叫做和理非的市民 我覺得他們都覺得都可以算是一個藉口的 因為似乎又不夠他講 因為那個疫症那麼厲害 那但是現在呢 就是和理非都可能對自己都找不到藉口 這一件事不繼續行啊 你明白嗎 那如果 就是和理非都覺得 就是 喂大哥你這樣 我都沒辦法去說服我自己 就是立法會選舉去到 然後去到9月 就是明年9月 而你們去接受這個的臨立會 就是似乎很講不到這個 就是道理 就是你們太軟弱了 就是簡單來說你太軟弱了 就是 就是想一些東西 就是容許我我真的好像很冒犯 說好像人家覺得你很教 我沒有冒犯的 你會覺得 Sharon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想我們是開一個條件 就是說除非你在12月聖誕節之前 你必須做換屆選舉 要不然我們全部議員下席 是不是 那以這個這麼無良無道無能無恥 這個政府你猜它會怎麼樣呢 我不知道的 我們現在可以開的 我們可以開這個架 我覺得開這個架是合理的 那我們就試一下開 因為現在立法會就不是我拿主意的 是 因為我已經退了下來 我是200來的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提法 跟很多朋友一樣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那我們就向這個方向去做 但是我們都有一手準備的 就是如果去到12月 或者不用等到這麼久 一開這個架 這個傀儡林鄭已經說 沒得談 那我們一定不會搞選舉的了 你喜歡下車 下車呢 那這樣是不是我們下車 現在都要想這個問題而已 那你跟楊岳橋的共識是怎麼樣 你就說你稱之自己做兩霸 就是阿隆霸兩霸就好了 那現在在立法會裡面那個 那你跟他有沒有共識呢 剛才我講的那些事情 大部分我都跟他講過的了 就是譬如說我們傾向是留低 不過當時就是疫情就沒見到九個 或者今天是十三個好像是吧 不是這樣就是有一個退卻之勢的 那我想退卻之勢已成之後呢 我想我要再跟立法會的黨團議員再談一下 但是我剛才已經表達了 我覺得剛才你說的東西是非常合和測 但是當一個無良無道無恥無能的政府 他不跟你講邏輯 他只搞政治 只是復英 立大大的指揮 或者是鄭雁雄的指令的時候 那你跟著下一步是不是要準備呢 如果我們是呀 我覺得很合理 我們開這個架是這樣的了 那我們就 如果真的這個政府是堅持他不搞選舉 那我們是不是下車 不肯上車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你這樣講 我覺得其實他 我當你到最後你繼續上車 你就是沒辦法了 我們說寸土必爭 最後你一寸 必搜啊不要爭啊 我們沒有人去爭 是啊我們手埋下去 但是呢就是去到我 跟著下來的那個問題 就是人大那部Fordings 尤其是你們大狀 其實他都說九月三十號 就是因為你們看字眼 就是比任何我們普通市民 是看得 就是意義你們會看到更加多的東西 不是我不懂得看的 因為那些是大陸的字來的 那些是一個政治黑箱裡面的用詞來的 我是絕對不懂的 但是那個問題在裡面寫了 是九月三十號開始到到下屆 但是那個問題是 就是那個下屆是什麼時候呢 那如果你這樣講 你說就是去到這個臨立會 就是假設說要你們上車 臨立會這樣 那就算疫情過了 書展都可以做 你是選舉不行 那其實就是香港 就算幾和里非的市民 都明白這個情況是怎樣 但是你們都上車的話 就是假設 假設你們都上車的話 去到那個時候你上車 那你真的永遠地 他的車專業開又可以 不開又可以 你到時候才下車的話 萬一那你怎麼搞 你怎麼跟人交代 你怎麼跟選民交代 所以我們現在說要問一下選民 是吧 那就看看選民透過鍾情耀博士 他那個民意調查 是展現了一個什麼的圖畫呢 因為我很同意的 其實很早很多人提出就是說 那你有沒有人民的授權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合理的一個得意 你是不是要問香港的選民 拿一個手券 令到你可以在10月1號 再踏入立法會的門口呢 那這個我想 就是因為香港就沒有其他方法做啦 又沒有公投法啦 那所以唯有就做民調啦 就是最接近的啦 那就看一下那個民調出來 是一個什麼的形勢啦 那我想這個 其實剛才你提出的東西 我都已經三番四次說了 我很肯定你的邏輯的啦 就是可惜你不是特首啦 那就是跟這個不說邏輯的 有很低能的人說邏輯呢 其實當然是很徒勞的 不過呢 就是你說的那個是很正路的 一個很合理的思考 那或者其實我可以請他們 跟鍾婷玉博士說一說啦 就是你怎樣可以將這件事 去問了香港人的看法 就是說如果現在已經明明白白 它這個是藉口來的啦 它是借疫情 來到去處理選情失利的問題的啦 現在正常都 你蓋住那隻狼的羊皮 都已經撕破了 是吧 在這個時候 香港人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這樣 我們一定不會授權你們的啦 總之 你們十月一號不上車 造成任何嚴重後果 我們香港人什麼 什麼票 大家一起什麼票 那就OK啦 那我們就不上車的啦 那其實啦 你作為政治人物 你作為這個代議士啦 雖然你說是問一下市民意見都對 但是你們是政治人物來的嘛 你都有個看法啦 你整天把球踢回幾百萬市民 我又覺得好像不太公道 我已經有個看法啦 我已經說了 我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就是 應該是寸土必守 是 就是我 我覺得 是不是就是說 無論你 如果就是你去到 就是舒展都可以做 立法會都沒得投票 但是你都覺得 還是可以上車的 就是 這個我沒去到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覺得 我們應該在黨裡面再談啦 因為上次我是跟黨團的議員談的時候 當時是沒回落到九和十三的 那現在已經回落到九和十三了 其實唯一的分別就是 政府的藉口 已經是超然若竭 已經是沒有可能再用 一個疫情 來為它自己開脫 它應該赤裸地面對 它這個就是政治任務 純粹政治考慮 是吧 如果是這樣 那麼究竟我們是又應該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真的要再談一下 但是這件事情 對於你們立法會議員來講 是不是應該是top priority來的 就是這件事情 你們其實是不是應該 馬上就談 當它說孫展可以做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孫展可以做 那你應該不可以投票 其實你們應該比我們更加欲謹的 你們應該馬上就談的 是不是呢 我都不知道現在黨團是否在談 我知道他們現在好像在開內會 因為我是黨主席 我就不是在立法會上抱的 所以我不是在第一線 但是我同意 這個是一個應該在立法會議員 這二十幾位 尤其是民主派議員的心目中 是首要要躍緊去面對和處理的問題 我很同意這個 但是其實是不是還要等鍾庭耀的鋪呢 就是我覺得你政治人物 是不是都應該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想法 或者所謂說的承擔 因為你上次已經初選了一次 勞私動眾大家又初選了一次 所有東西你已經全部出來了 現在又來一波又要再搞一次 現在我們的對手 中共當然是出這招是很毒的招 而這招其實當然就是很老套的 但是招就不怕救 最重要的是守 現在我們受債了 我覺得Sharon 我最痛心的就是 現在不是說這二十幾個 民主派議員之間 可能出現一些不咬緣 或者甚至互相攻擊的情況 現在是連民主派整個陣營 譬如我當現在有二百五十萬人 這樣就算了 二百五十萬人現在都是分裂了 就是民主派陣營裡面 就是多分裂了 那這個是很毒的招 那我想我們現在就要be water 你怎樣可以想到一個方法 是可以不中招 而是將由2014一直累積到今天 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和勇不分這種大團結 是可以保留下去的 這個是很頭痛的問題 你都攝製政治圈都這麼久 由你做記者這麼久 已經知道 香港政治圈 民主派裡面 這個是山頭林立的 有很多時候出現陣營裡面 互相攻擊 而且問題是 一定要明白 我適合你 才開始做事 其實我很早已經指出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如果大家想回幾十年前 美國的黑人民權平權運動 當時的馬丁路德金和Malcolm X 就是兩個和而不同 但是互相尊重 Malcolm X是要握槍 要去搞革命式抗爭的 馬丁路德金就要做和平抗爭的 他只是帶一些人去和平 遊行示威的 但是他們兩個都是聲聲相識的 不會互相去抵消對方的力量 我當然很希望民主派 可以出現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現在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 你貿貿然 有一些人去做了某一種決定的時候 我就怕民主派 是會應聲而去分裂的意思 這個部分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假設你們現在 簡單民主派分兩個陣營 一個就上車 一個就不上車 我當不上車的就不上車 上車的你們和民主黨就上車 有些空位 假設就是由政府 再感覺任何他喜歡的人進去 去感覺那些人進去 最後去到一些 嚴重的議題 無論明日大禮也好 23條也好 總有一些市民會覺得很爭議性的議題 那好了 都是會過的 那你們坐在這輛車上的時候 那你們會覺得自己變成一個什麼的 什麼的角色呢 就是好像是 就是這一件的流名裡面 又會有民主派 就是有你們的名字 就是那件事 其實要過的都是會過的 因為你不是全部人上車 或者全部人下車 你都是在那裡分裂了 不是 就算全部人上了車 要過的都是會過的 因為你現在數到22票 一定輸硬的 點票是輸定的 如果你是否輸定 而決定上不上車 就沒有人應該上車的 但是我剛才舉例 我講到2019年那個送中條例 你可不可以想像2019年1月的時候 一個民主派議員都沒有 當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1月底已經過了 是啊 是這樣的 其實沒有人知道的 其實根本 但是我想這樣 我又不是說堅持幾件的 Sharon 我們很早已經說了 我們說的是我們的傾向 也都把我們的傾向的理論基礎 是一一說明的了 我覺得大家就表達一下 如果大家說得很清楚 想像到 如果當二十幾位議員 9月30號是下車 我們下一步是怎麼做 因為我們是在這裡聽天由命 見到什麼就是什麼 這樣 那都是一個選擇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現在沒有票了 我都不在立法會裡面 我就不是很傾向 是在一個 我這麼無一個可想像的場景之下 我貿然決定全身而退 因為如果你想到有個想像 大家退了之後 就會是怎樣 是會打核戰 世界大戰 還是怎樣 那都叫做有個想像 但是現在我聽到的最多就是 如果大家下來了 那就在天馬公園 或者維多利亞公園 整個民間議政平台 這樣 但是實際上來講 你民間議政平台 你可以做什麼呢 政府連文件都不用給你 你也沒有了在立法會發言的紀錄 這個我是未能夠想像 可能我太老餅了 我真的想不通 或者你年輕我很多 所以你可能想像到一個 就是未預見未預知 但是都要搏的 好過呢 你是拿著一塊爛木頭在水裡 又浮又沉這樣 當然我是要尊重的 我是要尊重的 而且這個世界應該是年輕的 我這些老傢伙在這裏 做什麼呢 所以我絕對不知道堅持幾件 我是很想聽一下 就是大家要要求二十幾位議員 立即在九月三十五下車之後 究竟這個後續的民主運動 是怎樣去支撐著 怎樣去繼續下去呢 好 那我這個部分 和Alan聊到這裏 那下個部分回來呢 就再談一下其他的法治問題 就開始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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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